春晚现场言成蓄意翻话,无意间确认了林志玲怀孕实锤 今年的春晚可谓看点十足,不止节目比较结合时代气息,明星阵容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强悍 很多老台明星能再回到春晚舞台,确实令人欢喜,比如F4中的严程序的出场,就令人颇为感触 毕竟流星花园和F4承载了一辈人的记忆,能再看到昔日偶像出现在春晚的舞台,是一件多么激动的事情 当时F4有多火,经历过的朋友都知道,就不再详细解释,如今几人虽然没有之前的那番超级人气 但是在娱乐圈仍然是很有影响力的,比如至今仍未结婚的严程序,和林志玲扑索迷离的感情就一直是粉丝和媒体界所关注的话题 如今已经41岁的严程序,虽然没有以前的年轻活力,不过一头短发的严程序看上去仍然精神十足,并且满脸喜气,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并且在山东分场表演完节目后,被记者追问今年会不会想结婚成家时,严程序谈原道,结婚吗?会啊! 并且表示自己很期望看到小道明寺,这样自己可以和小道明寺一起抢糖果 他还唱向父子二人的《在路上大闹》,严程序坦言,那个画面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严语之间压抑不住内心的那份期盼和激动,这难道是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,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吗? 其实自林志玲和严程序分手之后,两人之间藕断丝联的新闻一直层出不穷,外界一直对之很感兴趣 不过自去年爆出两人世纪大复合的时候,媒体和网友似乎更加坚信两人已经在一起了 因为健身房被拍照,镜子照有反光,再加上林志玲心情大好,胃口大增 还有一项非常有敬业精神的林志玲,在贺岁电影《新游记女儿国》展开密集宣传活动之时,突然传出身体有痒 取消二月份所有一切活动,令人不禁猜测林志玲已有孕在身 虽然双方都没有公开信息,但是结合当下的情况,仿佛一切并非空穴来风 两人如今都有四十有余,多年来一直都未脱单,仿佛都在等待彼此,等待合适的时机 如今看似时机已成熟多半,两人是否能重归于好,确实是个令人期盼的事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